好,那么,然后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啊,在我们这里面怎么去搭建这个Redis的主从啊,那么这个主从的话,你注意啊,我们去搭建这个主从的时候,你的两个Redis服务,它可以在同一台电脑上,也可以呢,不在同一台电脑上啊,如果不在同一台电脑上,你要保证你的两台电脑之间是能够通信的啊,是能够通信的啊,OK,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去配置这个主啊,配置这个主服务的配置文件,那么在这个呢,我们就不能去使用我们的127.0.0.1了啊,我要换一个IP,ifconfig,看一下这台机的IP,就172.16.179.131,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去打开这个文件啊,C6VI-ETC下面的这个Redis啊,然后呢,写上一个Redisconfig啊,config啊,在这里面打开它, 然后呢,打开它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你看到啊,那么 OK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我已经改掉了,对吧,默认的是127.0.0.1,我让它绑定的这个地址呢,现在让它绑定这个我的机器的IP地址啊,就是我给大家看的,哎,这个172.16.179.131,让它绑定这个地址啊,绑定完之后,好,改完这个地方之后呢,你下面呢,你就不需要去改了,不需要去改了,然后呢,直接呢,去 保存,保存,好,保存之后,下面呢,去 启动我们的Redis服务啊,那你注意,你,你不能用这个 Redis启动,你就使用这个啊,就 sudo,然后呢,写上一个 Redis server,然后呢,指定配置文件啊,指定,我要让它 使用的是这个配置文件,ETC下面的啊,然后呢,写上一个 Redis,有一个Redis config啊,我要通过它来启动,好,启动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去查一下这个, 查一下,哎,这里面是不是有了一个进程,对吧,这就是一个 Redis的服务,也叫做Redis的实例啊,也叫 Redis的实例啊,OK,那么现在这个服务呢,是 坚定的是这个IP,是这个端口号啊,下面这个 主呢,我们就起,配置好了,也启动了啊,下面我们 再给大家说,怎么去配置一个从,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 就需要有一个从属的配置文件啊,把它呢,拷贝 一份啊,拷贝一份,那么这个呢,我们就 去到这个目录下,CDETC下面的这个 Redis下面的,Redis 直接啊,进入这个目录,好,进入这个目录呢,先清一下 平啊,clear,ls,你会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文件,对吧,下面拷贝一份 它啊,sudo,然后呢,写上一个啊,sudo cp,也叫做 Redis.config啊,然后呢,这个配置文件呢,slave,比如 叫slave.config啊,那你注意这个文件的名字啊,你想写 什么,写什么啊,我们一般呢,就用这个slave,代表它是一个 从啊,代表它一个从啊,这个名字你可以任意写 只要你启动的时候,你指定这个配置文件 就可以了啊,然后把它拷贝一份,拷贝一份 拷贝一份之后呢,下面我要进行个编辑 vii这个slave.config啊,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要编辑什么呢,你看到 我们这边啊,首先你要编辑对吧 你要编辑绑定的时候,也要绑定本机的这个IP地址,同时 下面还有一个port啊,注意我们上面主服,它监贴端口号是 不6379,对吧,你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端口号不能一样啊,如果 一样的话,启动是会失败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你首先要改 这两个地方啊,首先要改这个bund啊,bund,那么在哪呢,也就是 这个啊,也就这个,对吧,这个呢,我还是在我这本机上面 启动这个重复啊,所以呢,这个IP地址呢,我不需要去变,然后呢 我需要变的地方呢,有一个叫做port啊,那port这边呢 你看到这边,那么6378,对吧,给它改6378,让它俩别一样啊,别一样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注意,这是我们准备启动 重复的这个配置文件,那么在这个重复的配置文件 里面,还有一个配置项,这个配置项呢,叫做slave of啊,slave of啊,就这个 那么这个,看到就在这边啊,266行,那么这个呢,这个配置文件呢 注意,是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我们说最后一行 有一个slave,对吧,这就类似于这个主从的复制啊,主从备份 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主从的话,你就没有必要配置这个啊 然后,那么,直到它中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 默认就是注释的,看到没有,对吧,我们要在这边加一个配置啊 叫做slave of啊,然后你注意看它的那个格式,这个叫做什么 master ip,master pot啊,就是我这个,我这是重复的配置文件 对吧,它从属于哪个主,那个主,主服务的ip地址呢 你要给它,写到这边,那么对应到我们这边,刚刚我们的主服呢 已经启动了,psuex,然后到grep,写上一个redis啊,这就是这个主服 它的ip,对吧,这就是它对应的端口号,所以呢,你要写在这个地方啊 直接写上这个,172.16.179.131,对吧 那么后面这个是master pot啊,就是主服务的 监听的这个端口号,哎,6379啊 那你注意这边,你千万不要写自身的啊 千万不要写自身的,就写,你属于哪一个主 你就把这个主的ip和端口号呢,放在这边 好,然后呢,把这个配置完之后啊,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启动了啊,把这个重复启动了 启动的时候就sudo redis server啊 还是通过它来启动,对吧 只不过这个时候我要换一个配置文件 换成谁了,换成他啊 就我们呢,etc下面的redis下面的slave.config啊 好,回事,那么然后 做完之后,在这里面你去查看一下这个东西 哎,是不是俩了,对吧 现在这就是这里啊 这个呢就是主,这个呢就是从啊 这个主,这个就是从啊 然后,好,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主从的一个配置啊 主从的一个配置 好,有了这个主从配置之后呢 下面我们又给大家说到主从配置完了之后 对吧,我怎么进行这个 哎,首先再给大家说一个命令 你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呢 去查看这个主从的关系啊 主从的关系,就readycli 然后呢,-h 然后呢,info啊,replication 通过这个命令来看 那你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现在有两个服务,对吧 有两个服务啊 那比如说我要看一下这个 我要看一下啊 这一个服务 它的主从关系怎么看啊 你在这里面直接写上一个-h 后面指定这个ip 172.16.179.131,对吧 然后呢,它对应的端口号 -p叫做6379 但是,哎,这个readycli里面你不写这个-p6379 它默认就是6379 所以这一部分呢,你其实呢可以省略啊 我们讲义上面就是省略的啊 好,然后呢,你 然后呢,你一敲回车 好,这里面你看到啊 给你出现了这么一堆信息,对吧 首先第一个 ro,哎,代表它的一个角色啊 角色是什么 这个服务,也就是说这个服务 是什么角色啊 ro,哎,等于这个 master,对吧 就是它是一个主 然后呢,这个connected啊 跟它连接的这个从 有几个,有一个 然后这个slave啊 slave0呢,就是 从服务的IP是多少 172.16.179.131,对吧 然后呢,从服务的端口号是多少 叫做,哎,6378啊 6378,哎,这就是它的一个信息啊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服务 它的角色是什么,对吧 也是通过这个命令啊 readycli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端口号是6378 哎,你就不能省略了 就直接写上-p 63778 好,回撤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给你出现这一堆提示信息的吧 首先,第一个角色 slave,说明它是一个从 好,master相应号色 就它,它从属于哪一个ready服务 这个主的IP是这个,对吧 这是主的端口号 对吧,哎,主的端口号啊 它这里面都会给你有一个相应的提示啊 相应的提示,OK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这个命令呢 你就可以查看主从的关系啊 主从的关系 好,你知道它之后 我们下面呢 哎,要去操作啊 要去往往里面呢 去写数据 怎么写啊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呢 我们就连接到我们这个主啊 先连接到这个主服务 哎,就是在这里面啊 清下屏 redis cli-h 172.16-179-131 那么默认端口呢 就是6379 所以我后面我可以呢 不写啊 你回事 这就连接到这个主服务啊 连接到主服务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这么空的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在这个 在这个窗口呢 我们就连接到这个 从啊 直接清一下屏啊 redis cli-h 172.16-179.131 然后-p 从的端口呢 是6378 是吧 回这 哎,就连过来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从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要设置一个东西 set啊 name 哎,等于这个it cast 哎,这边是不是ok了 对吧 这边ok之后呢 那你在这边你去 get啊 name ok 哎,看没看到一个itcast啊 发没有 哎,这里面啊 你注意 你在这个主里面进行设置之后 它就自动的会备份到这个 从机器上面啊 从机器上面 ok 哎,实现了一个备份啊 那么在这里面 你如果在从里面 你去设置一下 你看一下啊 比如说set啊 这个test等于这个bbb 好,你一瞧回这 哎,他就会给你报一个错误啊 对吧 哎,你这个从呢 现在是不能写的啊 只读的啊 只读的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啊 这个redis的主头啊 redis的主头啊 那么这一部分